就是闲置多年的台北市广辞博案院将要重新出发了 这是由台北市政府跟华福建设所合作开发的 采取的是VOT的模式 规划包含了由养护中心、平价住宅、商务旅馆 还有商场跟景观生态公园 预计是可以带动新一商圈计划去外围老旧的社群繁荣 这不仅是全台第一件以社会不利为规划主轴的VOT案 那么群爱完成之后可以容纳1700人左右的弱势团体 比原有的照顾的弱势团体人数是增加了有一倍了